替丁首忠服选。 张善政探民进党在执政台湾就没戏了。 去年11月丁首忠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时,张善政选择力挺丁首忠。 图Now News资料照。 日前传出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将出任国民党,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忠竞选总部主委,张善政金,十一,日表示,他基本上答应丁首忠。 但仍需尊重丁的安排,张善政认为,现在台湾的问题不在台北市而是在总统府,如果再让民进党执政四年台湾就没起了。 张善政说,丁的确实有来找过他谈论担任主委的议院,了解后他基本上是有答应丁,但决定权仍在丁首上,一切还是需要尊重丁首忠的安排。 张善政说,丁首忠去年就问他参选台北市长议院,当时他从一开始就说没有议院。 丁首忠追问若自己参选台北市长张是否会愿意支持。张善政觉得丁首忠最大心愿就是当一个好市长,所以决定答应帮忙。 张善政说,之前很多人叫他参选台北市长,但他认为现在台湾的问题不在台北市而是在总统府。 如果再让民进党执政四年台湾就没气了,所以他希望总统蔡英文或格奎赖清德,如果还想连任许多事情都需要转变。 至于外界关心张善政是否会参选2020年总统。张善政说,他在外面遇到很多人,都叫他出来选总统,这代表民众对政府失望。 小英政府真的要加把劲,不过张善政认为,现在讲选总统太糟了,因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都还没投票,谈选总统还不是一件成熟的事情。 张善政认为,张善政也说,他服选行程快开始了,不论是县市长,议员都有,也几乎和六都候选人接触过。 更多。NOW NEWS今日新闻报道。蔡英文,我是国军靠山。政府优化年金制度。 《宁家论谈》,陈敏凤救了吴殷宁。蔡英文能救自己吗? 台北市长选情。丁守中若赢。他2020选总统。 大巨蛋成致命伤。科组协调委员会。 谈大巨蛋解套。姚文质,换掉这两个。有多一人参选。北市长12人角逐。 陈局挺姚文质。科,台英托里蓝绿悬窝。 今日最夯新闻流量前三名。全台都有事。连续大雨周三来。 女业务登门解释。竟被残杀。一美老总开口。为珍奶请命。